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训练游泳 非常喜欢游泳 五岁就开始专业的系统的训练游泳 一直到十五岁 拿过我们河南省的冠军 但是没有再继续走下去 也是天赋有限 觉得拿不到全国冠军就算了是吧 对对对 所以就走了另一条学习的路线 但是运动一直伴随着我 就算我十五岁之后不再专业的训练游泳 我还是会持续的坚持跑步游泳 包括做一些其他的户外游泳运动 对我还我基本上从小 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一直都是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 然后组织班上的这个体育活动 带领大家一起运动 非常喜欢 然后也是中学的时候 也拿过很多次我们市里面的 四百米八百米跑冠军 所以一直都是很享受这个事情 那后来在美国研究生毕业之后 08年是本科毕业来的 美国读的研究生 对08年是在中国本科毕业 然后呢时尚其实 我也是一直非常喜欢 女孩子嘛都喜欢漂亮 在大学的时候就 课业之外我还开了自己的服装店 是在校门外 你的过客群都是同学 对是我们学校的同学 然后非常有意思 你很有生意头脑 其实那才零几年对不对 06 07 对啊 因为我们学校是在一个 不是在一二线这种很时尚的城市 但是呢我因为从中学 就很喜欢关注这方面 但我就觉得我们学校这个小城市 大家的穿着可能离我所认为的时尚 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我希望把我对时尚的理解 带到这个我们校园里面 但我也不知道 你不用解释 我觉得也是因为你自己觉得 没地方买衣服 最好自己开家店随便穿 有这个原因 有这个原因 因为我对对对 非常喜欢买衣服 对 就把买衣服变成了一个职业 就自己去选 然后拿回来卖 生意还蛮好的 生意还蛮好的 有一个夏天 我选了一款裙子 一个彩色的七彩裙子 非常漂亮 然后卖得非常火 成为了爆款 爆款 然后就是有一次 我走进校园 一路上碰见了四个人 穿这个裙子 然后有一个顾客来跟我抱怨 说你为什么卖这么多 我都不敢穿了 因为校园就这么大 所以呢 对时尚一直是很热爱的 喜欢一些美的东西 然后来08年毕业之后 那就小店就关了嘛 就来美国读研究生 读的是MBA 这个东西呢 是工商管理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对做生意有兴趣 其实还是想把这个服装店 就以另外一种模式 继续发展的是吧 对 因为在自己开店的时候 其实就对做生意 就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就是说 从如何采购 如何销售 如何做客服 如何做财务管理 如何做那个stock 就是库存管理 这方面都开始有一点点接触 小店但是五脏俱全 什么都要有 什么都要管 作为老板 什么都要管 所以对这个商业就有了一点点的认识 也跟我兴趣 实践吧 有了实践的经验 对 很喜欢 然后就来读了这个商科 商科毕业之后来纽约 纽约嘛 世界的时尚之都 而且纽约是时尚和商业结合的最好的地方 所以我就当时投简历就只找时尚相关的公司 然后就也有幸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然后就正式踏入了这个行业 然后大概工作了两年之后 因为前两年就在学习嘛 学习一些很基础的东西 两年之后我就觉得可能在专业方面要再进一步的加强 就纽约有一家叫FIT Fashion Institute Technology 时装学院 时装学院 被称为时尚界的黄浦军校 它不像Parsons 或者是英国的圣马丁这种设计学院那么的 在设计方面那么的拔尖 但是它在商业方面 它是一个把商业和设计艺术结合的非常好的学校 所以我当时又去进修了两年 学的专业是merchandising 就是选品 就是选品 然后如何根据当前的潮流趋势 一些数据 数据分析 就是买手 买手 就是像大百合公司都有专职的买手 对 所以你看虽然我出国了 读书了几年 但是我的职业轨迹还是跟在学校里面开店 开店是一样的 对 买手 就是去店里面 以前只是去批发市场 买几件 然后进回来 那现在可能 后来可能就是学的 就是可能采购 就是上万件几百款 这样的一个更数据化 系统化的一个采购的一个专业 然后对我后来的工作也非常非常有帮助 我后来的工作就是开始做业务经理 业务经理就是每天跟客户打交道 就是会在选品呀开发呀采购各方面都工作这个方面要了解非常深 既然已经在时尚界耕耘那么多年而且直耕那么深 为什么又想到要跨界又开始这个搞这个健身呢 我觉得应该不能说是跨界因为运动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直像吃饭睡觉一样存在的东西 但是自己运动和去教别人运动我感觉还是不一样 就自己运动可能很多人大概都会自己健健身呀 但是不会说发展成为第二职业 但你现在已经把健身发展成第二职业了 现在回想一下 这是一个很水到渠成的事情 就是我大概在 一四一五年的时候 因为工作又学习压力非常大 所以大概有两三年没有运动 那那个时候两三年之后有一天照镜子 我的胳膊和腿还是蛮细的 所以没有注意到说我现在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然后有一天照镜子就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就是发现自己的大腿腹部这一圈变得非常胖 那做办公室的人可能都会这样 都是这样的 特别是三十岁以后 这个随着先陈代谢啊 学习环各方面的变化 会有会然后又经常久坐不动 冒昧的问一句您有孩子吗 我还没有 还没有 要有了孩子那更加 那全都是中断在发胖 对 久坐不动的人群非常非常容易在核心区域进了一只房 那我们一会会讲为什么 当时就是说被自己的身材吓了一跳 因为我从小 个子又很高 五岁就开始游泳 就身材一直其实是保持在一个比较苗条的状态的 就有点无法接受 然后就又开始重新运动 那还是说从游泳开始开始减肥 游泳这个运动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减脂的方式 但是减完之后我发现体型好像还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希望该瘦的地方瘦 该有肉的地方要有肉 就像这样是吗 这是锻炼之后的这个结果 对 然后我希望我看出来 这身材太好了 这大长腿细腰 而且手部的线条还那么有力 它不但兴起 它还我们能看到出 看得出这个肌肉的感觉 就是很非常的紧实 有肌肉的线条美 但是又不是那种很大肌肉型的 就给人感觉很强壮的这种 对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 怎么能让我的身材在瘦的基础上 变得更有形 是像我 就是说我的心里面那种身材 像唯秘模特那样的身材 但是达不到他们那么好 他们的天赋很高 但是呢 怎么在我的这个天资上的基础上 能最大的优化我的身材 就开始学习一些如何增肌 如何增肌的这个知识 就例如我觉得我的肩膀这个地方 有点太瘦了 太骨感 我要把它练大一点 但是呢 我又不想让我的小腿和我的大腿太过粗壮 但我想让我的臀部翘一点 因为游泳 这是它很难练到臀部的 我从小 我哪怕我专业训练游泳的时候 我一天练四个小时的时候 我的臀部依然是没有线条 这个就牵涉到如何让你想要它有维度的地方的肌肉 变得有大的维度 那如何又想让你不想它变大的地方 保持在一个瘦的状态 但是也一样要有力 例如我们的腰 对 女孩子当然希望自己的腰系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腰无力 因为核心区域是非常非常 在人的身材中是 我认为是最关键的一块区域 它保持你整个身姿的挺拔 挺拔 保持胸椎脊椎 胸椎腰椎的稳定性 还有骨盆的稳定性 而且在做任何运动的时候 核心这一部分都是 作为力量传导的一个纽带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希望它有力 但是不希望它太粗 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我就学习了 很多很多相关的知识 然后用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效果还不错 效果还不错 然后这个时候 我突然在看身边的 有很多健身的朋友 就是说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我就发现说好像 大家有的人锻炼了两三年 有的人锻炼了五六七八年 但是好像身材并不如 他们所想要的那样一个状态 就是没有改进什么 就是好像可能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 或者说比如说你 经过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和锻炼 可能三四个月就见成效了 人家三四年还没有见成效 是这意思吗 他们的成效和他们想要的不一样 就是说可能有的女孩子想通过健身 把身材练成非常的挺拔 然后该苗条的地方苗条 该有维度的地方有维度 但是练到最后发现 可能全身都有维度了 腰也粗了 腿也粗了 就是胳膊也粗了 哪都粗了 或者是就是说哪都瘦 就该有就是 并不是那么想要的那个结果 就是光减脂了 或者光增肌了 是这意思吗 光减脂或者光增肌 光增肌也没有科学的增肌 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女性审美 我想90%以上的女 我们大众女性健身 都是为了让自己首先是健康 其次就是美 那美我们对美的一个大众的审美 都是要有线条 并我想可能90%的女性 都不想要自己练成 就是直上直下的身材 胳膊这么粗腿这么粗 但是很难 这个非常难 就想增肌增到非常大的这个维度 也是非常难 但是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想并不是 绝大多数女性都不想做 并不想到那样 尤其是这个亚洲的女性 这样我们把这个话题 留到下面再说 好 有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宾姐 你跟我们介绍了是 如何从这个时尚行业拨出来这个时间 继继续改善自己的身材 因为有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身材的走样不太满意 那收建成效之后 你观察到其实身边的朋友 虽然他们也都在健身 而且健身很多年 但是没有成效 那这又是如何促使你去转型 成为从一个自己健身到别人的导师呢 对 就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家人来向我提出这个疑问 希望我告诉他们怎么去健身 在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只能从我自身的经历来告诉他们说 你游泳一个小时啊每天 你去打拳一个小时啊 或是你去举铁或怎么样 后来发现每次讲的时候呢 朋友都若有所思的 但是很难去实践 他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实践 因为这个毕竟只是 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可能他的体能 他现在可能只能负担 每天快走半个小时 你让他去游泳一个小时 且不说他会不会啊 他你就说让他去快跑一个小时 他可能跑一次 他就再也不想练了 他坚持不下去 你说让他去举铁 他可能连一个三磅的哑铃 这样做两下 他就已经酸了 你要举什么呢 所以我就发现 原来这是一个很深的学问 我不能依据我自身的这个 经历 给出各种人所有的 就是没有一个 one size fits all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非常 我觉得也是缘分 那养子健身呢 就和3H Fit合作 举办了一个ACE私教培训班 得知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呢 我就很感兴趣 然后就去参加了这个培训班 就是第一也是希望更系统的 让自己毕竟 增长这个健身的知识 对增长知识 然后也让自己越练越好吧 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 对 同时也包括家 也能帮助家人朋友 去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那个时候没想说 去做一个私教 做一个第二职业 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想系统学习一下 然后就参加这个培训班 参加培训班之后 就发现 哇 我对这个世界 对健身这个世界的了解 太少太少了 九牛之一毛 可能都没有 其实觉得这个世界太大了 可是当时我开始这个培训之前 我已经觉得 我已经算是一个 专业的 对 一个专业的健身爱好者 健身爱好者 那其他那些只是想健身的人 他们的知识又在哪里呢 我就想想就觉得 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然后通过这个训练班学习 结束之后 我就考取了这个教练证 就顺利通过 然后我先是拿 我身边的家人朋友做实验 免费给他们私人定制 做训练计划 成效非常好 减脂啊 塑形啊 然后整个人体态 挺拔 包括有的人有后背痛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 都有个问题 后背痛 慢慢慢慢都解决了 那种成就感 那种成就感 比我就是在工作中 可能今天我弹下来 一个几百万的订单 就那种成就感 还要更大 因为只是在帮助 别人的健康的改变 这个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时候呢 养子健身的创始人 Helen和Lily 我们在培训中解释 觉得非常投缘 他们就邀请我说 那你不如来加入我们 养子的这个大家庭 作为我们教练的一员 来就是成为我们专业教练 我觉得养子是一个 氛围非常好的 养子健身是一个 氛围非常好的 一个健身房 然后教练团队 也非常专业 创始人也是非常热爱 和对这个行业很有激情 他们更专业 健身冠军都是 对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好 然后我就跟他们 就加入了养子健身 做成为他们的一名教练 然后也开始带一些会员 那我这个 我带的会员跨度 就是从性别 年龄 职业跨度都还很广 这个过程我也学到很多 而且也非常有成就感 非常有成就感 那既然已经来了我们节目 我觉得这个 必须要跟我们的观众 分享一些这个 如何健身的这个法则 或者说是福利 因为你还考取了这个健康 对 健康教练 健康教练 健康导师 对 那如果把这两项内容 结合在一起的话 你会给我们的观众 什么样的建议 如何保持一个 健康的身心状态 首先从锻炼的角度来讲 就是为了从健康角度来讲 每个人一个星期 至少要做150分钟的心肺锻炼 就是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 包括游泳啊 跑步啊 还有什么 游泳跑步快走 快走 拳击或者是跳舞跳操 所有的这种锻炼到心肺的运动 都是都可以算多 都可以 都是对 包括狐铃 狐铃非常好 非常好 一会我们会单独讲到这个东西 至少要150分钟 强度因人而异 有的人体能非常好 那强度就可以很大 有的人体能可能需要循序渐进 就先从快走啊 或者是慢跑开始 或者是慢慢的游泳 这都是可以的 一周150分钟 一周150分钟 这个还不是减肥哦 这跟减肥没有关系 这只是保持一个 就是身体的一个活力 保持心肺 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个健康 最基本 最基本的 那如果是要比如说 可能有些 有些同志 这个是这个 分量有点大的话 要减肥的话 运动量是多少 要减肥 建议一个星期 至少300分钟的心肺运动 而且要控制饮食 控制饮食 如果真的是 认真的想要减肥的话 我建议大家列一个 顿链和饮食的计划 然后计算每天的热量缺口 因为想减一磅脂肪 需要消耗3500打卡 普通人一般 可能跑步一个小时 或者是游泳一个小时 消耗的热量 大概在500到600打卡 也就是说 你可能一个星期 要锻炼7天 才可以消耗一磅脂肪 好吧 有的 但是我觉得 这个很见成效 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磅脂肪很多 如果你把它放在身上的话 能减一磅 对对对 又是脂肪的话 其实你能够看到一点效果 对对对 一磅脂肪很大 有的人就对这个说法 产生怀疑说 我几天不吃饭 我就能一下轻两三磅 那是脱水是吗 那是水分 对水分 但是也不建议大家太心急 因为如果一个星期减超过两磅脂肪的话 就会掉肌肉 对我们不希望我们掉肌肉 因为如果不练增肌的运动的话 人的肌肉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减少的 就没有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不但是影响体型 如果这个身体上没有肌肉 而且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行动 因为你会经常觉得 没有肌肉的支持 你会无力吗 对对对 没有肌肉不仅仅是不好看 它会非常严重地影响 人的身体健康 就是举个例子 我们人体的肌肉分表层肌肉和深层肌肉 对 深层肌肉就是骨骼肌 它是稳固人的骨骼 帮助你维持体型的 如果说骨骼肌量减少的话 那就骨头在随着年龄的 骨密度在随着年龄逐渐减少 就非常容易受伤 你的胸椎腰椎还有骨盆都不会稳定 不稳定的情况下 就会全身都很可能 全身的关节都很容易受伤 对好 那刚刚跟我们说的呢 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这个减重的这个法则 那我想问一下 就比如说 想要您这样的细腰 这样的翘臀 有这个针对性的局部的这种锻炼的话 有什么好方法吗 首先想要 女生一般都会追求这两点 一细腰翘臀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也是我的一大诉求 那首先要保 首先要瘦 首先就还是还是要先把重量减下来 要减脂 要减脂 把体脂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如果体脂太高的话 那怎么练都不会细 那我有朋友 他们就是体脂相对偏高 说我想练腹肌出来 所以每天狂练卷腹啊 各种仰卧起坐 我说你不要练 你这样会越练 腰越粗 肯定啊 因为脂肪就在那里 然后你又把表层的肌肉 肌肉练起来 不要练那些练表层肌肉的这种运动 多练一些加强核心稳定性的一些运动 比如说 比如说叫一些叫bird dog 鸟狗式 还有叫dead bug 这种死虫式 还有正面的plank 侧面的plank 还有臀桥 这些都会练到深层的 就核心一圈的肌肉 还有臀部 臀部也是核心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呢 你的核心足够的稳定 然后再加强减脂 我是比较建议大家 多练加强核心稳定性的一些 一些动作 然后加强核心的力量 而不是把它练大 核心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不练 但是我不想把它练大 你说我想要马甲线 只要瘦了 就有 基本上都有马甲线 这样啊 因为我们核心每天都会 做任何运动都会用到 所以你的肌肉是在的 只要瘦 然后练一些加强核心力量 和稳定性的运动的话 明白了 就是马甲线 它其实是里面的肌肉 外面一层皮就行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 看太过多的 YouTube上那些 国外的网红 那些教你各种虐腹啊 腹部啊 各种核心的运动 他们练的都是外层的肌肉 外层的肌肉 除非中西审美不一样 如果按照美国人的审美的话 他们腰腰粗一点没关系 自己看着强壮就好 对吧 他们胳膊 腰腿 都很粗 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美 但是我想大多数亚洲女性 可能并不想要太粗的腰 不想看着太壮 就是审美的不同吧 然后再让我们体型也不一样 体型也不一样 所以说我是不太会专门去练 各种卷腹啊 虐腹的这种动作 但是我练很多核心稳定性 像小核心的运动 例如TRX就很好 PLAT也很好 非常好 这都是 我都有考过这两种的认证 我也会在日常加载给我的会员中训练中 效果非常好 还有就是说 就是怎么练 把腰不要练粗 但是同时要 要脱下 如果 看看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